-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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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給好空氣 - 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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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長都還反映說 - 是不是要來讓政府知道 - 包含這次的總統候選人 - 立委候選人 - 來關注到這個空汙的問題 - 所以特別辦了這個 隐隐萬聖節的活動 不給好空巨就導彈 台中火力發電廠還有六七 我們當時就在還有兩廁公床中間 很少看到藍色的船舟 然後我晚餐都會撿舟 我就每天一直有台 然後我就想跟婆婆說 我們街政府官員 安居樂業一直一直 一直住在後面的房子裡面 他把我們當什麼 我要當進空巨 我要健康長大 我的女兒 現在每天只要看著煙囪的煙 就會跟我說 媽媽該死了 那個今天村子裡面會很臭 我請我的女兒李美 今年一年幾告訴大家 夏天南風吹來的時候 我們那個濁水溪旁邊 本來應該很乾淨的地方 你都聞到什麼味道 很臭的味道 你喜歡煙囪嗎 不喜歡 我們要請未來入主總統府的新主人 對這樣的空氣 是不是要繼續給我們的下一代享用呢 要不然的話 掃入歷史灰燼的生命 盡視我們這般小小小的年紀 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呢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營 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九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的網站 會有直播 之後在公共的網站會有後續節目的播出 今天我們跟他談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大概在一兩年前 大概找過余上無疑師來跟我們談 就是空污的問題 那當然這空污的問題 他的成因以及他的類型很多 可是其實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如果以公民行動營 紀錄資料庫過去所做的一些報道來看 我們只要去報導跟空污有關的這些議題 其實相對之下 看的觀眾似乎是相對下是比較少 點閱率比較少 我不曉得這個原因是不是因為 這個問題好像沒有 沒有這個空污是沒有所謂的顏色的 或者是我不到的這種所謂的氣味 所以反而比較沒有辦法 去警覺到這個問題 不過在萬聖節這一天 其實有一群的家長還有小孩 還有這個導演們 其實在凱道前面有了一場這個記者會 記者會其實是要 並不是跑去跟這個總統府要糖吃 而是希望總統能夠去管管 我們的空氣污染的問題 所以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 也要邀請到當天也在上街頭 然後帶著孩子們跟這些家長們 一起來討論來表達這些訴求的 這個反空污的媽媽張玉瑾 玉瑾你好 管老師你好 可不可以稍微先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為什麼在萬聖節那一天會有這個活動呢 其實主要是剛好萬聖節前幾天 我們剛好有中南部的家長 然後我們在臉書上就討論到說 他們那邊空污的狀況很嚴重 甚至於在萬聖節前一兩天 陸續有小朋友的家長跟我們說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來參與我們的活動 然後他們的孩子們已經發燒了 那其實在這些個案發生之前 他們其實就已經覺得空氣很不舒服 有時候小孩或老人家 他會有支氣管的問題會氣喘 所以我們交換訊息就是說 哇這個情況已經這麼嚴重了 萬聖節只要躺 好像這對我們沒有什麼幫助 我們是不是可以 把這個活動變得有趣一點 然後讓喚醒更多人很容易的跨門檻 能夠參與這個活動 然後知道這些事情的真相 尤其像我自己是台北的家長啦 其實台北家長比較幸運的是 那個空污的狀況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那個感受沒有那麼深刻 然後也是拜科技所賜 我們才知道原來中南部的情況 已經淪陷到這種地步了 所以下一個台北的家長 我們可以做什麼 不是自保 而是我們的孩子們 有親朋好友都在中南部 我們是在同個島嶼上 我們是不是可以一起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之後才會決定 用一個跟以前不一樣的那種 拉白布條抗議的模式 而是帶著孩子們一起去拯救自己的未來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其實當天也有包括科醫政導演 王曉帝導演還有葉天倫導演 他們有參加嗎 對嗎 對對對導演們都有來 而且很有創意 他們做了很可愛的面具 他們有什麼樣的一些說法 或者是他們怎麼去看待這些空污的問題呢 其實我覺得大家最感慨的是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沒有作為 就是這個現象是我們都看得到的 就是用肉眼都看得到 而且你只要是去走一趟 你就會你自己會吸到 你會有感覺 現在情況是嚴重到你吸了你就會有感覺 不是說 就是像怎麼說 像比如說那時候高雄的氣爆 是也許你可能是它無色無味 你沒有感覺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空污的嚴重是 包括像我們之前也是靠近張兵工業區 那時候是為了要想去看白海豚 以為在港口邊可以等到白海豚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六青不斷排放的黑煙 就是大白天黑煙白煙都在冒 然後這對我們而言 尤其是台北下去的家長跟小朋友 是覺得不可思議的 就是這沒有人在管嗎 我覺得那天我聽到的導演還有家長 我覺得他們的控訴是 這件事情是這麼顯而易見的 為什麼環保署跟我們的總統府的人 好像都沒有看到 其實在這之前我曾經也帶王小弟導演 我們曾經到六青周圍去走了一趟 那其實我自己看到我小弟導演 這個反應他覺得非常非常的驚訝 就是哇 其實你只要一進到那個區域裡面 那個惡褲其實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不過如果不是在那個地方生存的人 不是在那邊生活的人 恐怕未必會去感受到那個地方 就所謂中南部空氣污染的 這種所謂嚴重性跟壓迫性吧 沒錯 其實我們那次為了看百海豚 然後去彰化鹿港 因為一般人去鹿港 其實你不會靠近工業區嘛 可是我們一樣去天后宮 走過了之後 我們覺得那我們可以去海邊 第一個我們覺得海邊 不是這麼的那麼的友善 然後再來是我們靠近濕地之前 我們到了張濱工業區外圍 我們就看到六青的煙 然後搖下車窗就會聞到臭味 所以尤其甚至晚上我們住在普天宮 一個寺廟裡面 然後我們在看夜景的時候 我們赫然發現 哇那個工廠不用休息的 他們晚上還是繼續在排放這些廢棄 就是廢棄 這些有毒的煙埋 可是我們納悶的是 那環保署在哪裡 或是地方的環保 環保集合人員在哪裡 這是當時我們的小朋友也在問 其實我們家長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就是怎麼會好像是一個完全沒有管理的狀態 甚至我覺得更誇張的是 當時我們經過的時候 在工業區的入口處有一家醫院 長庚醫院 然後我們是先經過急診處 然後才靠近工業區 我們納悶的是 我們當時有跟一些居民交談 那他們的說法是 其實還不錯啦 就至少有個醫院 大家有什麼不舒服的身體上的問題 我們還可以去醫院就診 可是我覺得這讓我覺得很悲哀 就是我們要的是健康 我們要的不是已經生病了之後的醫療 我覺得這是從台北下去的人 對我們而言其實很大的震撼 這的確是一個還蠻大的震撼 其實我當時去 第一次去六清的時候 我開車還沒有到那個廠區的時候 我也看到你剛剛提到那個長庚醫院 其實就在急診部 然後你會發現 我特別在那個地方的 這個急診部那邊停下來 然後拍了一張照片 後面就是非常非常大的這個煙囪 我感覺是一個非常嘲諷的畫面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 這好像是在宮崎駿卡洞裡面 天空之城 全部都是陰霧 然後在這個陰霧上面 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城堡 可是一點都不開始 一點都不好玩 對 而且我覺得其實我那時候聽到 在普天宮那邊的居民 當地居民老人家跟我聊天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一種莫名的憤怒跟悲哀 就是我們怎麼會讓老百姓 對我們的未來這麼的卑微 覺得說沒關係 至少有一個醫院 當我生病的時候可以去 就是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就是健康是基本的人權 為什麼不是很勇敢的去藥 而是這麼的卑微認為說 至少我有個醫院 我可以去那邊就診 對 這是我覺得 對 到底要怎麼樣讓大家知道 這是不對的 其實在醫院都已經是非常 後端的事情了 因為身體不好 他才要醫院 但是其實一開始就應該是有一個身體 非常健康的 這一種所謂的環境 以及身體的本身 那事實上在那天的反空屋的萬聖節活動當中 有一個小朋友 他其實在現場唱了一首歌 我現在把那首歌的歌詞稍微唸一下 給各位朋友 就是說 為什麼又是灰色的天空 為什麼看不見前面的山峰 什麼時候才有清空天色 什麼時候才能夠看到翠綠的山峰 親愛的媽媽 親愛的爸爸 親愛的叔叔 阿姨 誰能夠回答 親愛的媽媽 親愛的爸爸 親愛的叔叔 阿姨 誰能夠回答 我不想要灰色的天空 我不想要當埋害下的兒童 能給我乾淨的空氣 誰能給我安心長大的權利 這首歌其實小朋友聲音很好聽 可是我想如果你仔細看歌詞 應該是非常非常悲傷的 我不知道 預計做一個家長 當你在現場聽到這個孩子 唱這首歌的時候 你心裡面的感覺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 當時的感覺是五味雜陳的 因為像我自己要到凱道的時候 我一定會經過台大醫院 那台大醫院那附近有一個兒童癌症醫院 其實台北人或是其他中南部的朋友 通常要上來抗議 要到立法院的時候 都會經過這邊 對 沒錯 我常常仰望高聳的兒童癌症醫院大樓 我在想 這是我們可以給孩子們的東西嗎 就是那您是後端的補救 可是試問有誰願意在裡面 接受那樣辛苦的治療 為什麼不是給我們一個健康的身體 所以我覺得當那個孩子在念那個的時候 我覺得 我覺得尤其對那種 懷胎十個月把孩子生下來的母親而言 沒有人可以接受 就是我們小的時候是可以 很從容的 很快樂的 很放肆的 就是放了學丟了書包 沒有寫功課 就跑去跳水溝爬樹 然後到處的奔跑 那是多麼自然的事情 然後到了六點多 媽媽就開始就叫說 科學小飛俠開始了 你再不回來就看不到了 對 就是我還記得 那個黃昏是這麼的美麗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落日 看到夕陽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孩子他們是戴著口罩 然後他們看到是整個是白茫茫的天空 因為沒有藍天就不會看到白雲 他看到的是一片茫茫的東西 不知道那個天空是什麼 我覺得那會讓我想到 宮崎去那另外一個卡通叫風之谷 對 我們家女兒雖然覺得 納利西塔那個公主 就是風之谷裡面那個公主 騎在滑翔翼上面 那個小飛機上面很帥 去拯救他們的家園 可是我覺得那是一種悲哀 就是我們真的要到每個人 都戴防毒面具的時候 才注意到我們自己的環境嗎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當那個孩子 他在唱那首歌 念那個歌詞的時候 我身邊有好多媽媽 有包括親子共學的媽媽 有中南部上來的 也有台北的媽媽 有的孩子還在牆袍中 就是用媽媽背襟背著 有的坐著娃娃車 那我就突然覺得 我想到之前有一次 是在跟我們家小孩對話的時候 我跟他說 媽媽有時候比較忙 要去參與一些運動 要去聲援 那可能就會稍微冷落了他們 有時候沒辦法帶他們出去 那請他們見諒 我的孩子其實那時候很迷惘 他就跟我說 這個世界 不就是你們這些大人 搞得天翻地覆的嗎 我覺得當下那句話其實 我到現在都還一直記著 沒有錯 這個世界就是 我們搞得天翻地覆的 我們現在要怎麼收拾 所以其實當那個孩子 他在 而且那天其實台北 是有點雨的 我覺得心裡面很淒涼 尤其我自己是一個佛教徒 在我們的觀點 就是每個孩子都是個小菩薩 他有可能是你前世的父母 我覺得 還有我想到蘇瑞有一首歌叫奉獻 我們拿什麼奉獻給你 我們的孩子 我覺得包括像我們自己 還有長輩還在的 老人家們其實他們很需要 去外面走一走 其實老人更需要去外面曬曬太陽 可是太陽不見了 是誰把太陽拿走的 所以我覺得當有的時候 我去關心我的生活環境 比如說我住在外雙溪 那是一個山明水修的好地方 可是我們最近知道那邊 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也是我們小時候 校外教學會去的地方 很多人兒時機都會有這一段 可是故宮博物院現在要擴大 要擴大三倍到五倍 他要施工 因為下面是一個安山岩層 他要把它凿開來 於是我就跟李居民討論說 我們要怎麼去看環評報告書 比如說他裡面提到說 他一旦施工之後 那個工程會造成的陽程 他的PM2.5PM10 然後家庭主婦們就來想說 哇這個我們不是學工程的 什麼叫PM2.5 什麼叫PM10 他到底會造成什麼危害 然後大家就開始要去讀書 上網查資訊 這就是去關心我們生活周遭的事情 其實也許我們很難跟總統說什麼 對於任何一個 關心你自己社區的社區工作者 或是任何一個家庭主夫或家庭主婦 我覺得都可以做這些事情 就是從生活周遭去了解 所以我們就會要求故宮說 那你工程如果這個環評過了 你要如何去管制你的工程的 施工階段那個陽程的部分 噪音的部分 尤其是其實 我曾經記得有一次 那邊會有很多的路客 那對面有一家Seven 有一次我進到Seven 要去吹個冷氣 因為夏天太熱了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個 大陸籍的媽媽 她也是觀光客 她帶帶她孩子 買了食物之後 就站在Seven的門口 然後那媽媽就跟孩子說 那個多吸幾口氣 然後那個小孩子照做了 多吸幾口氣 然後她就跟孩子說 等咱們回北京了 就沒這麼好的空氣了 哇 這其實聽起來 很悲傷的一個故事 對 這件事情我記得是在 一年多年前 那個時候大故宮的環評 還在一階 還沒有進入二階 而且那個時候 我還沒有看過 柴靖的窮頂之下那部影片 所以我當時只是覺得 這對母子會不會太好笑了 就是站在Seven的門口 那是個大馬路 對我而言那已經有張空氣了 可是他們的母子的對話是這樣 孩子就說 說我吸了很多了 我可以帶回北京了 不過說實在的 其實北京的買害 或是空汙 其實比台灣嚴重 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去過北京的朋友 大概都完全可以理解 或是看過採進的這個影片 當然這個所謂的 買害或是所謂的PM問題 或是空氣汙染 他絕對不會是某個地方的問題 他會隨著風到處的去飄動 然後他事實上也會造成全球性的汙染 我們等一下再來 跟大家進一步的討論 就是到底為什麼中南部的汙染 會這麼的嚴重 然後作為一個家長 作為一個媽媽 也許我們不可能每天都上街頭 然後去對抗這個龐大的 這個所謂的工廠 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還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先休息一下 PM2.5 它其實是因為 細膩懸浮為例 它可以有效的穿過 我們的肺炮 我們的這些心血管組織 所以對我們人體危害是非常大 那讓我想起來說 在台灣每次談到空氣汙染 PM2.5的時候 政府似乎感覺上是無能為力 政府不但不做任何事情 我們看到的反而是 像是在雲林 要去限制所謂的深濃 還有石油膠的燃燒的時候 竟然是中央的防導組出來說 你地方政府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中國北京大閱兵出現了 所謂的閱兵燃這件事情 那是它之前 大概將近一個月的 這些所謂的排放空汙的管制 空氣是可以被管制的 還給我們一個很乾淨的天空 經濟部你允許的這些企業 你就要監管 可是完全不做 這個不作為其實是一種組織 是非常可惡的 你把人民的生命自知度 蔡英文在她的總部成立的時候 有講到她要防核安、食安 但去空氣汙染完全沒有談過 我也聽說她進六清的小白宮去拜會過 她應該要到民間 不管中央是誰 你都要注意 要不然人民是一定會對付你 我希望更多藝文界 還有台北市的居民 其實我們也在污染中 希望大家共同注意這個問題 我是一個經歷過很親密的朋友 原因不明的就肺部致病的一個整個過程的經歷者 這個PM2.5真的很小 非常多的原因 我們真的應該關心 真的每一個電視機後面的觀眾 不要以為這個事情跟你無關 不要以為他們只是今天沒有事做來抗議 他們真的很勇敢 他們真的關心 我們是應該一起關心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 我是節目主持人廣州想要燦爛時光 燦爛時光 燦爛時光 是有公視信用遺體中心PN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信用遺體中心PN的網站 我們會直播之後 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網站 也會有後續節目完整的播出 我們今天要跟他談的這個話題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跟每一個人生命 其實是有很大的關係 不管你是一個勞工或是一個有錢人 或者是你是一個藍的或是一個綠的 或是你是男生或是女生 或是你是一個同性戀或是異性戀 或是雙性戀 這些東西都跟你絕對有關 因為你必須要呼吸 而在我們的空氣當中 事實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使得我們其實在 在面對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其實我們的身體 早就已經出了非常多的狀況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非常關心台灣的環境問題的環保媽媽 張玉瑾 玉瑾你好 關老師好 我們在上段節目當中有提到 整個從一個家長的心聲 跟角度來看 這個所謂的台灣空氣污染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特別是 在萬聖節這個活動 很多中南部的這些朋友到台北來抗議 為什麼在你們在這個抗議的過程當中 在你的瞭解當中 為什麼中南部的這樣的一個空氣污染 是特別的嚴重 跟當地的大型的工廠是有關嗎 或者是有人說 其實很多的這個埋孩是從中國 北京或是中國飄過來的 那到底這個台灣的污染 到底是造成的它的影響又是什麼 其實這個部分 在我們當時轉貼活動的時候 我也的確遇到了很多台灣 台北啊中南部或者是 甚至我還有一個香港的臉書的朋友 她也是一個媽媽 我們就在熱烈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的確有人說 這個空氣的污染這個埋害 是不是從中國大陸飄過來的 那如果是從中國大陸飄過來 我們能怎麼辦 我們又不能去北京去抗議 那後來我們去查了那個 莊秉潔老師的資料 其實當時是透過地球公民基金會 還有環保聯盟 他們就跟我們建議說 那這邊有比較詳細專業的報告 那後來我們也去請一些 比較看得懂的家長去解讀一下 我們才發現其實有七成的 空氣污染的污染源 是來自於中南部的在地的工廠 只有大約三成左右 是從大陸對岸飄過來的 就是要看天候的狀態 所以其實而且還有一點就是 如果說空氣污染都是從 這污染源都是從大陸飄過來的 那為什麼台北幸免遺難 對這是我們的疑問嘛 好 所以當我們看那個報告之後 才豁然了解原來 其實我們自己的工廠 是最大的問題 比如說其實像我剛剛上一段 我們有聊到說 我自己有去過六清 我到了那個工業區才知道說 以前在網路上看到那些照片 覺得哇好壯觀 可是你沒有清零現場是不會有感覺的 對 那個惡臭小朋友是完全受不了的 然後可是叫他戴口罩 大熱天戴口罩很難過呀 然後另外是 其實我後來發現 除了六清的髒兵工業區之外 還有像台中火力發電廠 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火力發電不斷的燃燒 它其實就會產生很多這樣的 宣服威力 可是我們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家長們也在討論 我們不用火力發電那怎麼辦 我們要改用所謂的清淨能源核能嗎 可是後來就是 其實大家會繼續再去討論 就是核能真的是乾淨清淨的能源嗎 那就有比較專業的夥伴 就說其實他看到一種方法是 我們可以去用天然氣 對 當然天然氣 我目前台灣天然氣是要用進口的 它的成本也比較貴 但是我覺得其實對於家庭主婦而言 我們是精打細算的 很簡單 家裡一筆錢我要用在哪裡 我是要用在前面付比較合理的電價 使用進口的天然氣去燃燒 產生我們的電 然後我用比較高的電價 還是我要把那筆錢拿去當我的孩子 我們自己的醫療費用 我覺得那是一個選擇 就是說對我一個家庭主婦而言 我覺得很簡單 我寧可把錢拿去付合理的電價 我要的就是家人健康 沒錯 我希望我陪伴他們的時候是開開心心的 不是在醫院裡面陪他們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包括像還有高雄武清 我覺得也是問題 其實那已經不是中部了 就是連南部 我覺得全部淪陷 對 其實你剛剛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 到底我們同樣是一筆錢 有些錢是現在花 有些錢是以後花 所以以後花的成本 那個代價更高 那個問題其實更嚴重 但是我們常常會看到說 我們現在就是省一點錢 然後我們就可以多買一點東西 但事實上之後的假設 那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污染 甚至例如說核電的核廢料的處理 或者是假設真的不小心 這個發生的核爆 那個成本的損失其實恐怕是更大 不過他也談到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就是 你看特別要說 到小朋友如果到六七那邊要戴口罩 其實我想可能不是只有到六七要戴口罩 其實在很多的騎腳踏車 或者是騎摩托車的這個時候 走路散步都要戴口罩 我覺得這是很諷刺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看到最近這幾年 特別是前幾年那個腳踏車的 跟電影有關練習局開始 然後每個縣市都在騎 單車步道 然後覺得單車是一個時尚 是一個健康 可是其實我們真的騎出去 你會發現那個很諷刺 就是你騎單車是要環保 是要健康 可是我們的空氣是這麼的不環保 這麼不健康 作為一個媽媽 我不知道你要怎麼去跟小孩解釋 這個非常矛盾的現象 其實對我覺得 這也是讓我們家長很為難的地方 就是其實像小朋友 尤其到了國中高中 他們會有自己的同儕團體 像以北部而言 他們就說我們就騎腳踏車 騎到淡水 再騎回來 好 或者說更大一點的孩子 比如說高中畢業了 要上大學 他們就是趁考完試那個階段 他們說要騎車去環島 對 我們幾個媽媽就有交換經驗說 要怎麼勸小孩不要 就是騎到新竹就可以回來了 但是那是一個很變方的活動不是嗎 對 從台北漂淡水或環島 其實很多人都在鼓勵 我們本來要鼓勵小孩撞油 去認識自己的家鄉 而且也有一些很可愛的民宿 都會歡迎腳踏車騎進去 然後就是那種背包客 可是他們發現 難道我們要小孩都戴著 防毒面積去騎嗎 因為其實我們後來才知道說 PM2.5那個例子 細到你必須戴N95口罩 不是一般的口罩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才知道那個狀況是這麼的 尤其當你大量運動在騎 包括像你在市區騎Ubike都一樣 如果你騎機車還好 至少你沒有什麼動 就是機車的動力在的你移動 可是如果你是騎Ubike的時候 你的心肺功能加快了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讓我們覺得 尤其前一陣子 我們去看立法院他們的審預算 交通部他們還有觀光局 他們就是在列預算 要去弄全台灣的自行車道 可是我的疑問是 你就算把路鋪平了 你弄了自行車道 誰去騎 去騎的人 他又要再加高他的醫療險 就是我本來是要去獲得健康 結果我現在要付出更高的 醫療險的代價 沒有人想要去用那個保險吧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去規劃自行車道也是用我的納稅錢 然後我還要去付健保費 然後我還要再去買商業保險 就是因為我去騎自行車 對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讓我有點錯亂 就是到底我們的施政 是怎麼規劃的 就是怎麼去照顧人民的生活 政治不就是生活嗎 可是我們的生活 為什麼被弄得天翻地覆 對 那以後說不定以後可以立法 就是買單車送個訪讀面具 也許可以少一點錢 但是 管老師幫廠商找到一個很好的 這是一個非常粉絲的事情 特別是我都覺得 很多的學校 或是很多的環保的朋友 都現在在退空屋期 但是我一直覺得 不管是空屋期也好 或是空氣清淨機也好 或者是像口罩也好 他都是非常非常後段的事情 就是應該有一個比較更基本的 例如說 那從一個國家的角度來講 我們講說管制 所謂的交通的問題 那管制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空氣是不是也可以管制 或是說假設好了 一般的家長沒有辦法去做到 這麼所謂的 國家的這種管制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期待 或是也沒有辦法去 去要求國家做這件事情 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其實可以分兩塊 就是剛剛管老師提到說 對於整個國家的運作 感覺上一般的家長是比較無力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投票行為去改變 尤其剛好我們現在又有一個機會 可以選擇我們的問政的人物是誰 他是不是可以代表我們的意志 好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可以做更多的是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比如說像 有時候我們經過那種餐廳 他一直在排油煙出來 那個油煙量排得很大 其實就像是財經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打電話去檢舉他 然後要求當地的環保局來做測量 就是他的排放的油煙的 是不是已經超過標準了 就是做空氣污染的監測 另外就是我那天也是請教過朋友 他們說全台灣其實有分成7個 空氣品質監測的區域 但是實際上有真的在去做監測的 只有高頻地區 所以我發現 所以除了高頻地區之外的家長們 還有所有的 我們自己在這個土地上生活的朋友們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更多 當我們身邊有工程開始進行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 對 除了剛剛講的餐廳工程 因為其實污染源主要是分兩種 一個是它是固定的 就是像工廠 對工廠 餐廳 或者是比如像 我們還有朋友在新竹也是家長 他是荒野保護協會的 那他最近就在參與就是雅尼的案子 他們現在要在新竹又要開採 就是這些水泥礦 那整個開採過程的陽城 那個也是會飄 然後也是會吸到你的肺裡面 那我們經過的時候是不是就可以拍照 就可以上傳 然後就可以傳到環保署 或當地的環保局要求他 那包括我們也有朋友 就是我覺得真的要謝謝 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是有科技的幫忙 比如像我們有朋友在瑞芳 他知道那邊要蓋旅館了 好也是靠近山區 那邊蓋旅館 他就去說 那我去聽聽看當地的環保局的環評會 就是這個開發商他要蓋旅館 你要獲利OK沒問題 但是環境是一個成本 你有沒有算進去 是開發的人這個旅館 他們應該付的 還是老百姓要付的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我們家長 和一般的老百姓可以做的 就是去關心 從你身邊開始關心起 對大大小小的開發案都是 我覺得我們不是不要經濟 而是這個經濟的計算的方式 我們是不是要重新去思考過 他的成本應該怎麼計算 對我覺得從監督 從更積極的投票行為 我覺得他就有機會去改變我們的生活 至於剛剛管老師提到空屋期 我也是那天活動之後 跟親子共學團的媽媽們 爸爸們這樣聊天才知道說 原來那也是一個笑話 就是我們環保署把空氣監測的 監測品質的指標列成五級 然後最高最嚴重的等級是紫色的 對 後來我們才知道說 這個標準其實不是一般國際的標準 是我們環保署自己創造出來的標準 而這個標準比國際的標準還要低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迷惑 如果比國際的標準還要低 可是他都已經到最高 就是都已經變紫色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逃難了 如果是黃色就要待在室內 不能去外面運動 做戶外的一些行動的話 那都已經到紫色了要怎麼辦 他們說是不是應該要逃走 然後大家就說 那不就跟核能的風險一樣嗎 一旦發生了問題的時候 你要逃去哪裡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 很現實的問題 沒有人可以迴避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剛剛特別是從一個精打細算的 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當時在蓋國光石化的時候 我其實就說過類似的話 我會覺得說 好啦假設今天你蓋國光石化 那真的賺多少錢 那這筆錢到底分到全民的身上是多少 可是你在算這筆錢的時候 你不要忘了把所謂的外部成本 算進來 例如說到底這海岸是不是50年 100年都不能夠用了 那原來的這個產業 是不是就因此而消失了 或是我們因為吸了這些空氣之後 我們的身體就變差 整個國家的健保支出 反而是更大 那這個算出來 不過我就說 如果你真的可以賺一塊錢的話 那我就支持你蓋 可是我相信沒有人敢這樣子 直接算出 再把這個外部成本 以及這個10年50年的 100年的這個成本算進來 我不相信他會賺錢的 所以其實回到一個精打細算 精打細算的角度來講 其實這樣的一個健康 其實都是從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每一點每一天 他都必須要去計算 而且其實都是跟我們有關的 今天非常謝謝玉瑾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也讓我們在從這個節目當中 可以了解 從一個家長的心情上面 我們怎麼去看待這個空氣無來無題 謝謝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謝謝拜拜 我的愛會給你個擁抱 抬起頭感受生命的溫暖 天空的眼淚 洗過了時間 還來脾氣還行 站在手中的幸福像是不見了 你的愛會 你讓我來會吃 他這個腦哭 是不見嗎 你不見了 你不見了